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吧 台长您说我上次等到善缘成熟后就会好起来 没那么快的 你难免静止照照你的脸 看看善缘来了没来 听懂了吗 台长我请问一下 我现在还需要练送多少张小房子 你现在练一百十二张 一百一十二 对 一百一十张 一百一十二张 哦 好的 好吗 你要想开一点 你要记住了 你要不欠人家的 人家就不会来找你 你就不会得忧郁症 因为任何的感情付出 都是因为你上辈子欠人家的 明白了吗 我上辈子欠 肯定是欠了情在对吗 对啊 就是情在 你这个人要这辈子要被三个人骗了 哦 你现在被几个了告诉我 我也不记住了 哈哈哈哈哈哈 嗯 呃 有点神经兮兮兮兮的 所以你要跟台长学就要放得下 不要去敏感 因为你太太敏感之后 人家就会觉得你神经病 嗯 好吗 感恩台长 嗯 还可以再看一个吗 就很简单的问题 他是 帮同修看一个 1993 帮同修的儿子看一个 1993年暑记的 他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1993年暑记的 嗯 难得 再给他56张 好吧 放生多少 放生250条 好的 感恩台长 嗯 也乖一点 你多看看太阳 就是多看看外面白天 你的心情会好起来 你这个忧郁症不是很严重的 你要自己要坚持自己的锻炼 就是思维上的锻炼 你要觉得 人生就像一张支票 昨天就是过期了 对不对啊 嗯 这个明天的支票还不能用 你只能把握当下 把你今天每一天都过得好一点 过去都不要再去想了 那你不就成功了吗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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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